在開始今天的影片之前呢 請打開你的CG字幕 這樣會有比較好的觀看體驗喔 話說今天拍這支影片 雖然說只是一支開箱影片 但是其實我想講的內容實在 太多了 所以我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才好 有在看動畫的人 應該都有聽過鬼滅之刃吧 鬼滅之刃被很多人 譽為是今年最好看的動畫 跟春季動畫的霸權 而我呢 也非常喜歡鬼滅之刃 但是 我是在鬼滅漫畫剛連載的時候 就在看了喔 嗨大家好我是CXS YO 那我相信有些人點影片進來呢 是想要看我今天開箱的這個東西 沒關係我先開箱 很多想講的話 等到我開箱完 我再繼續講 那我們就 不能這樣丟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非常貴重 是非常寶貴的 我今天要開的就是 那個時候消息一出來 我不由分說的 馬上找了代購 就去預購了 甚至我預購的這個版本 還沒有特點 而且預購的價格呢 比之後中文代理的 還稍微高 但是 先拿到 就是 爽 我現在真的很興奮 甚至下午收到的時候呢 我真的很想當下就把它打開 但是我好想開這個的開箱 來吧 我要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小心的開 這次不能像以前這樣 有溫柔對不對 對 我掌上泥豆子 就在這個裡面 喔 溫哦 粉粉的外盒 在看內容幕之前 好可愛喔 你就來把氣泡布拆開吧 喔 太爽啦 太爽了吧 給大家香一下 啊 真香 天啊 太爽了吧 走不了啦 啊 天啊 還有附一個底座 真的好小喔 雖然說沒有特點 但是拿到這個真的也是直了 他們還有貼膠帶把它固定住耶 好小喔 各位 我要把它拿出來了 好可愛喔 天啊 怎麼這麼可愛 我的天啊 看起來就像是 米豆子用困擾的表情 看著我猥褻的神情 再給大家聞一下 真香 非常的細緻 非常的可愛 好開心喔 太棒了 找個地方逛起來 這就是我們今天開箱的 掌上米豆子啦 說真的 沒有那麼多錢可以消費 所以其實我很少在買模型 這個算是我 第一次自己想買的 然後比較貴的 好啦 如果 身上的錢許可的話呢 甚至我也是想要買一些 鬼滅其他的模型回來的 如果呢 你想看到這邊就結束 那你可以先買一篇條條 沒關係 因為後面呢 我要來介紹一下 我有多喜歡鬼滅了 我從鬼滅漫畫剛連載的時候 就有在看 而那個時候剛看到連載第一畫的時候 就深深的被這部漫畫吸引了 我很少會看到一部漫畫第一畫 會讓我驚艷說 這一部一定超好看 鬼滅的上一部是 七大罪 但是他現在 有點拖 說真的 每一個禮拜看鬼滅的更新做 最開心的事情 前幾年在開直播的時候呢 我會給大家看我買的漫畫 對 目前只買到第四集 台灣應該出到第十集左右 日本方面已經出到第十七集了 我鬼滅的公式書也還沒買 我今年出的幾支影片 的這個位置 有放一個鬼滅的月曆 那個月曆甚至還有附一張 迷豆子的學生照 就是這一張 迷豆子的學生照 這個是附在月曆裡面的 而且 它是用相片子印的 真的很可愛 月曆呢 所有的圖都是漫畫圖 後面呢 就是一到十二月分別是誰 現在是十月 十月的話就是 是獵獄大哥啊 十月 而且剛好十月動畫結束 就傳出無限列車篇 要劇場版的消息 我就覺得 這個月曆把 煉獄大哥放在十月 到底是故意的呢 還是 只是巧合而已 欸 不想去了解了 總而言之呢 我現在非常期待劇場版 真心建議 可以去看鬼滅的漫畫 也許 它的套路跟畫風 並不是現在 當紅的 少年漫畫的走向 但是其實 我喜歡鬼滅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作者在情緒堆疊的部分 處理得很好 如果 有興趣的 可以找漫畫來看 雖然我知道台灣的翻譯呢 很辛苦 但是 有些東西不用翻譯的 太直接 可以口語化一點 看起來就像直翻 太生硬了 那有些內容 不需要特地地把它在地化 沒有說翻得不好 只是看得不太習慣 跟我一樣 喜歡鬼滅的人一定很多 但是跟我一樣 從漫畫開始連載 就喜歡的人一定不多 而且鬼滅剛開始連載的時候呢 其實它的人氣是非常低迷的 因為 劇情不被看好 劇情不被看好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它是不是很快就會被腰斬 但是它撐過來了 希望大家可以 跟我一樣一起 喜歡鬼滅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 這個是 就是 想在這裡 這裡寫說今天是摔腳練習 原文的這一段是講說今天是摔腳祭典 我覺得其實直接翻譯成摔腳的祭典 看起來會比較有趣